葱,生姜,料酒 老公明天要回来了 我来做一个他心心念念的柠檬鸡爪 他说好久就想吃我做的柠檬鸡爪 现在来给他做 做了今天晚上放一晚上 明天回来正好能吃 现在来准备一点小米辣 鸡爪已经在锅里面煮了 放入冰块 这个是我给鸡爪去的骨 把骨头剔得好干净的 纸尖,就差纸尖这里都没搞出来 我觉得纸尖这里太麻烦了 我不想做 拿冰块冰过的好弄多了 之前都没有搞过这么完整的五骨鸡爪 我本来还以为不成功 结果还算挺成功的吧 方法掌握得好 然后就弄得到位 尤其是冰块冰过之后很好弄 去骨 一下就去了 然后现在就去那个 脚尖了 我觉得弄成这样子就差不多完美了 就不需要再弄了 这个脚尖这里就留一点骨头吧 这鸡爪的骨头全部给我去完了 现在来给它腌起来 生姜大蒜小米辣葱 再少放一点点 再少放一点点 蚝油 盐 香菜给它拌起来就好了 把它拌起来 怎么感觉这个碗就小了 就这样可以了 给你尝一个好不好 你看好不好吃 辣不辣 你没牙齿到脚不辣 手拿着 还没有骨头的有一点点辣 味道怎么样 咸不咸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我奶奶怎么会放这么多点辣 你奶奶口味重 小豆宝 好我们开始吃饭 宅宅 爸爸明天要回来了哟 爸 哦 你小光头 是不是小光头 啊 嗯 哎 现在是晚上的12点了 我没想到它那么快就到家了 我以为要后半夜才能到 路上没怎么堵 他说这和饿了 让我下去给他煮点吃的 我去看看给他煮点饺子吃吧 把鸡爪拿出来拌一下 这看着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应该入味了 再拌一下 然后饺子的话就煮这么多就够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 你胃毛自穿的怎么丑 啊 我妈妈妈这个衣服 我也没带 这衣服给你寄过去做事穿的 你为什么穿的这么丑 从那个说完了吗 这个就 保暖就行是吧 你尝一下看好不好吃 我专门给你剃了骨头的 谢谢 饿了 中午就吃了一点面 好你尝一下味道咋样 你拿个碗嘛 这样子吃 好我煮饺子哈 水开了下饺子 他说吃这么几个就够了 有没有朋友能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我煮的饺子都是这样子开裂 是因为水开了放下去的原因吗 我每次煮的饺子都会这样子开裂 然后煮着煮着就 煮烂了 难道就是要那种水 一热 稍微热一点就放下去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还是在家里好 那你去 你看 不 准确的说 应该说 还是我在身边好 是不是 想吃啥 一张嘴我就给你做了 是不是 你看你要的 柠檬鸡爪我给你做了 你想吃饺子 我也包着留给你了 是吧 看你饿的 你是有多饿 多久没吃了 中午没吃 到现在 路上停点没停 路上怎么不堵 不是路上一片红吗 堵了一个都好 就堵那么久 现在这个鸡爪入味了没有 入味了 入味了 我们吃的时候刚做好吃了一点 还没入味 咸蛋怎么样 看你吃的好有食欲 我都饿了 算了我不吃了 减肥 没错 要有自制力 懂不懂 不 我得减肥 不能减肥 好多说话不能减肥 你慢慢吃 吃完你自己收拾 我不管你了 我睡觉去了 你可以把这一盆鸡爪全吃完 吃完我再做 做 那你吃完放鼻香 嗯